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年仅三岁的他 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然而在晚年时 他却连回家都要买门票 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在短暂的一生中 溥仪经历了天堂和地狱 前半生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后半生他沦为阶下囚 1908年光绪帝驾崩 慈禧选择了当时只有三岁的溥仪继承大同 在烟雾缭绕的秦殿内 慈禧交代完登基之事 便直接演了起 登基大典上 随着太监一声令下 文武百官纷纷磕头跪拜 让年幼的溥仪一脸不解 显然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溥仪开始明白自己身份的特殊 这一年溥仪的弟弟溥杰被送来伴读 第一次能有个同龄的玩伴 这让溥仪十分开心 两人朝夕相伴 每天要把皇宫里的太监耍得团团转 但好景不长 辛亥革命爆发 溥仪的皇帝职位被废除 如今只有在紫禁城他才是皇上 然而对于这一切 溥仪毫不知情 直到这天 溥仪发现溥杰竟敢穿皇衣 于是便要求他脱下来 可溥杰却一口回绝 并声称溥仪已经不是皇帝 溥仪为了证明自己 就命令太监把墨水喝下去 然而溥杰却拉着他爬上皇宫城墙 正巧看到民国的军队进入紫禁城 溥仪简直难以置信 他跑去向大臣求证 可大臣的回答却还是令溥仪无法接受 于是他想去找儒母哭诉 结果竟发现儒母早已被赶出皇宫 两人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年幼的溥仪只能在这偌大的紫禁城 无助地哭喊着 几年后 英国人庄士敦担任溥仪的老师 传授西方先进思想 初次见面 郭士敦并没有下跪 只是行了握手礼 此时溥仪已经14岁 他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感兴趣 于是郭士敦就送溥仪一辆自行车 他教导溥仪 无论今后发生任何事情 都要抬头挺胸地面对 可没过多久 溥仪的生母去世 他想骑着自行车去看望 却被守门的士兵拦住巨路 愤怒的溥仪命令士兵开门 但士兵竟然以下跪来回应 溥仪只能爬上屋顶以示抗议 太监们没有办法 便用棍子抽打庄士敦 认为是他送的自行车 教坏了溥仪 庄士敦只觉不可理喻 就亲自登上屋顶 劝阻溥仪下来 经历这些事后 溥仪终于接受现实 他开始适应这种傀儡生活 又过了两年 溥仪到了结婚的年龄 在太分门的安排下 婉容成了皇后 文秀则是侧妃 婚后 溥仪想在宫内搞改革 于是他割掉自己的面子 一时缺心 并任命新内务总管 查明被贪污的珍宝 却不想当天晚上 库房失火 一把大火烧得一干而净 溥仪一怒之下 将所有太监驱逐出宫 1924年 溥仪的好日子走到尽头 冯玉祥带兵打进紫禁城 他们要求溥仪在一个小时内离开 然而在听到这个消息时 溥仪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悲伤 反而有一丝窃喜 因为他终于能走出这个牢笼了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尽管这也意味着 他不再是皇帝 但其实 皇帝的名号早就名存是亡 在离开紫禁城后 庄氏敦魏溥仪安排了 英国大使馆的庇护 但溥仪却没有接受 转而选择接受日本人的帮助 之后溥仪就来到天津 开启了一小段小资生活 1934年 在满清遗老和日本人的较缩下 溥仪决定成立满洲国 荒凉的登基大典上 他再次成为皇帝 而这一次都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无时无刻的监视 进一步的架空 尽管溥仪有心反抗 但没有失权的他 只能遭受众人的冷眼 而这时 溥仪却告诉了他 另外一件让人震惊的事 那就是他怀孕了 溥仪由于生理缺陷 导致长期冷落溥仪 显然这个孩子并不是他的 不过溥仪仿佛早就预料 得知此事后 他不仅不慌 甚至还想用这个孩子 来和日本人谈判 但可惜日本人并不上当 溥仪只能继续被当作傀儡控制 不久后 溥仪的孩子被杀害 而他则被日本人送往疗养院 溥仪看着被送走的婉容 急忙追出来 结果又是一扇大门堵在面前 这让他不禁想起 当年想去看望生母时的场景 1945年日本战败 溥仪想逃往美国 就在出发前 婉容被送了回来 由于长期吸食鸦片 导致神志不清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 溥仪不得已抛下他离去 但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时 他被苏联人逮捕 1959年 溥仪经历了十年的牢狱生活 终于刑满释放 他成为了一名普通公民 此时年迈的溥仪 花一毛钱买了张门票 回到了曾经的紫金城 而如今这个地方叫故宫 时隔多年 这是溥仪第一次回家 曾经他是这里的主人 而现在却要买票才能进去 曾经他想尽办法都不能出来 而如今再也没有人会阻拦他 看着熟悉的一切 溥仪瞬间感慨万千 忍不住想去摸一摸龙椅 但还没走到跟前 就被一个学生置之 溥仪快步走上龙椅 一阵摸索后 从龙椅后面拿出了一个小盒 小孩打开一看 竟发现里面是一个 已经老了的果果 而当他再次转过头时 溥仪却已经消失不见